记录本委后又一公众人物即将付出,6000万粉丝遍布全世界。 在如今这个网络越来越发达的年代,娱乐在人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也是越来越高了。 明星也不再是娱乐圈的代名词,很多普通人也能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,成为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,例如前几年火遍全国的直播行业。 既然谈到娱乐,那就肯定少不了游戏了。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,喜欢通过游戏来消遣空闲时间,那英雄联盟肯定是很多人喜欢的一款游戏之一,通过这一游戏,也使很多人的人生变得不一样了。 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是曾经的世界亚军卢本伟,曾在世界联赛中,随队斩获亚军之后,退役通过直播火遍全国,但是后来却因为一些自身的一些低俗,负面的举动遭到国家官方的批评,并暂定了其直播事业。 但是最近也是斗鱼官方,以及卢本伟本人的一系列举动,也是疑似要付出。 其实在直播行业大火的同时,网络对于直播行业的监管力度,也是越来越大。 因为自身的不良行为,导致自己的未来葬送的,还有陈一发等人。 还有前段时间,舆论闹得沸沸扬扬的大明星范冰冰。 作为国内的老牌明星,范冰冰在娱乐圈的地位之高不然而喻,光是微博就有六千万粉丝,但是也正因为自己的树大招风,以及自己的一己私欲,被查出了很多拒绝纳税的丑闻。 也是遭到了很多人,以及官方的批评,一时间跌入谷底。 最近,有关外媒传出消息,确定范冰冰将出演动作片,355复出。 作为一个国内的公众人物,并且在国外也有很高知名度,在犯错以后再次复出,肯定少不了网友的议论纷纷,不知道她这次会怎样给自己证明呢。